美國總統拜登二十四號宣布 將為大學生減免一萬美元的學生貸款 而此舉可能會增加民主黨 其中選舉的支持 大學生普遍表示歡迎 但是也表示不會對生活產生巨大改變 為了立憑其中選舉 美國總統拜登對學貸族群 事出利多 二十四號宣布 將免出國內大學生一萬美元額度的學貸 此外 靠佩爾助學金上大學 也就是低收入家庭的大學生 將能免除兩萬美元的學貸債務 聽到利多消息 大學生普遍都很高興 但也指出並不會對生活產生巨大改變 對於兩千年首次上大學的單親媽媽來說 至今都還背負著學貸 還得為三名子女存教育基金 雖然民主黨人敦促拜登免出每人五萬美元的學貸 聲稱這樣讓年輕人買得起房屋 但經濟學家認為取消債務讓消費者多出數千億美元支出額度 為對抗通膨增添變數 一萬美元學貸未償還的債務總額 也將在短短四年內回復到原本的水平 公司新聞 鄭偉仁 中建剛編譯